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这个周末就要过年了 您家的年货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年夜饭的菜单是不是已经订好了呢? 总台为大家准备的年夜饭 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就要摆盘上桌了 今天春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并且进行了第四次彩排 那这顿年夜饭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我带大家来先尝为快 春节联欢晚会联欢自然是少不了热气腾腾的生活味 不久之前,今年春晚的定制歌曲 《你好陌生人》刷屏了 视频当中一位位温暖的普通人感动了无数网友 您知道吗? 总台在茫茫人海当中一一的找到了他们 他们将会亮相春晚 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平凡而美好的面孔 也将会出现在今年春晚的舞台上 春晚始终是百姓的舞台 人民的春晚 今年春晚的另一个鲜明味道就是中国味 比如五美设计体现了古典文学词排名 《满庭方》的理念 演播听顶部的装饰 创意取材自几千年前的彩陶、花瓣文等等 可以说处处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去年春晚义务只此轻律惊艳试人 那今年总台又会带来怎样的中式美学神级舞台呢? 敬请期待 此外还有让人耳目一新的科技味 今年春晚将首次实现8K超高清加三维精彩声直播 还充分运用了XR、A2等前沿科技 并且能够竖屏多画面同步观看 通过创新技术给大家带来极致的沉浸式视听享受 其实总台精心打磨节目汇聚了这么多的美味 烹饪出的正是红红火火的年味 在除夕晚上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年夜饭 热热闹闹的看春晚 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年味 大年三十儿我们不见不散 一起看春晚迎新春 明镜与点点栏目